好 另外來關注的是選戰的最新 選戰倒數27天了 一個月不到了 台北市藍綠白 大家都想贏 拼選戰 拼勝敗 三角都選戰打得特別激烈 但到底誰能夠拿下台北市呢 我們來看看這份最新的民調數字曝光了 好 來 數字先提供給您 我們把它標註在最前面 目前看起來由數字的部分呢 是蔣萬安以31%的支持度 是先暫時位居第一了 那陳時中是以25%的支持度 第二名 黃珊珊19%是第三名 但目前看起來這份民調 外界就在想 民進黨的選情是不是陷入了迷鬧當中呢 好 這份民調是由國民黨所做的啦 剛剛看到蔣萬安是第一名嘛 好 但是呢 國民黨說選前 他們還會祭出殺手箭 讓藍軍來集中支持 好 外界都想看他們到底會使出什麼殺手箭呢 但目前呢 各個陣營都使出渾身結束 要博取選民的好感 比如說 蔣萬安他的競選歌曲呢 唱到了台北的天空 沒想到就這一句台北的天空 被他的對手這個陳時中諷刺了 陳時中說台北的天空不希望有共機繞台 而且呢 陳時中還酸這個蔣萬安廣告買很大喔 只會唱歌給年輕人聽 好 那此外呢 陳時中他對自己非常有信心 他說年輕人對我的支持度都非常高 好 這是陳時中他自己說的 同時呢 陳時中還呼籲蔣萬安喔 說你那個共機啊 不要來擾台啊之類的 但是對這個共機這件事情 蔣萬安馬上反駁了 他說共機啊 飛彈啊 明明就是三軍統帥蔡英文總統的責任啊 而且呢 他認為陳時中的這種態度 讓台北人很失望 除此之外 北市長的選舉 當然跟高端疫苗可能也有很大的關係喔 目前看起來各個陣營都在攻這個高端疫苗的這個點喔 那對於高端的黑箱爭議喔 陳時中他抱怨 他說 不知道自己原來有這麼多的事情可以被罵欸 而且他想說怎麼會這樣子一天到晚被罵呢 黃珊珊就說了 他跟陳時中說 你進了廚房你就不要怕熱啊 每天 同時呢 對這份民調 黃珊珊是說每天都會有差異性大的民調啦 他認為是參考就好了 好 我們來聽聽看這三個人彼此的攻防戰 台北市長參選人蔣灣近期推出競選歌曲 無限臺北 其中有一段唱到臺北天空 被陳時中批評說 臺北天空不希望有共濟擾臺 兩岸敏感之際 共濟頻頻擾臺 但造成這樣的局面到底是誰的責任 臺北的天空如果出現共濟飛彈 這不是三軍統帥蔡英文的責任嗎 帶上權力的魔戒就要懂得自治 不是抗中寶臺就可以豢揚網軍側翼 去攻擊跟你意見不同的人 臺北天空北市居民只求安居樂業 而蔡政府執政下天空面對疫苗黑箱 豢揚網軍控制媒體卻通通無解 高端整個疫苗採購以及EUA的審查 最有權力的三個人 陳時中 王必勝 薛瑞源 他牌面上揮刀切割 牌面下卻透過這樣的會面 你是要套招救高端 還是要救自己的選情 毫無邏輯可言 用介面來影射 就是叫私相授受 我覺得這樣的影射是非常非常不道德 萬安已經做了幾次不道德的事情 他需要自己要檢討 卓榮新密會陳中薛瑞源 跟陳中口徑一致 說是老朋友的聚會 國家隊隊長半途跑去參選 黨國部分的道德爭議 又是誰要單起 參選之後 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事情可以被罵 等於是進了廚房卻寒熱 我覺得陳部長每天都在抱怨 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 政治人物要勇敢 面對自己所做的任何決定 而且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我覺得陳時中要降低自己的仇恩值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很誠懇真實的跟社會大眾道歉 徹底檢討自己在防疫期間 所做的種種措施 雖然有蔡總統的拍胸蒲保證 承重的仇恩值 卻被市場阿嬤一語道破 所在議會的疫苗黑箱 全中還手握全力鑰匙搖擺中 這段鄭嘉宇台北報導 而目前由國民黨所做的 這個最新民調看得出來 蔣萬安還是佔據第一名的位置 前立委孫大謙為我們分析 這份民調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我先談一下這個陳時中講的 三人成虎的問題 就陳時中今天會走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跟那三個人沒有關係 那三個人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 你說靠蔣萬安 靠黃珊珊 靠柯文哲三個人聯手 就可以把一個支持者的 這個仇恨值拉到這麼高 如果他們三個這麼 真的這麼有能力的話 那麼他們三個在全省到處輔選 在全國各地到處輔選 他們就可以主導選舉了 事實並不是如此 就是說今天在批評 陳時中防疫的一些 相關作為的人 不只是蔣萬安 黃珊珊跟柯文哲 還包含上百萬的台北市的市民 甚至上千萬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大家對於指揮中心 對於陳時中當時在過去這兩年 多來的這種擺爛兩光的 這種防疫作為 大家都非常的不滿 那麼陳時中的仇恨值 也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所以就算這三個人不罵他 他的仇恨值也不會有絲毫的降低 那麼第二個部分 剛才曾榮講到了有關於 現在台北市長選舉 民調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事實上 在三人對戰的格局 當然在最後的關頭 我們要看的就是 會不會造成起跑效應 那麼目前看起來 陳時中已經是跌到了基本盤 所以台北市國民黨的主委 黃旅主委才會提到說 周遇寇事件就算在發酵 對陳時中的影響也有限 當然是有其道理 因為陳時中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 那麼現在在支持陳時中的這一群 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大概就是深綠的基本盤 那麼這些深綠的基本盤 他們是認顏色的 不是認對象 也不是認是非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管現在在對陳時中爆發 怎麼樣的負面訊息跟新聞 當然很難在動搖 陳時中這麼低的一個基本盤了 抗中保台這張牌你買不買單 可能很難說 綠營的可能很買單嘛 對不對 好但是來看到新北市的選舉部分 現在藍綠候選人打出的是太太牌 希望能夠爭取選民的支持 好首先來看到是這個林佳龍 他因為確診了沒有辦法去跑活動 現在由他的太太廖宛如出面 成為最強代打 那另外呢他的對手是侯友宜 侯友宜他則是說自己的太太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讓他無後顧之憂 好兩人都打出了這個太太牌 那希望選民能夠支持嘛 那現在呢新北市議員廖先祥他就分析了 他認為今年看起來新北市選情偏冷 而且他認為為什麼會偏冷呢 應該是侯友宜民調高 所以很多民眾都認為 反正好像看起來侯友宜好像會贏哦 勝選機率比比較大 所以他認為搞不好很多人不一定會出來投票 你支持他但你不出來 那他的民調高可能也沒有用 所以他也推斷了 他說目前看起來啦 新北市投票率恐怕會陷入六成的保衛戰 還是要出來投票 才會讓你支持的候選人會當選嘛 但如何獲得選民青睞呢 這個網路民調最新調查發現了 就選民呢除了會關注各個候選人的政見啊 人品之外啊 有68.1%的人會關注候選人的兩岸立場 所以啊可能民進黨就一直打抗中保台牌嘛 對不對 好另外呢還有66.7%的人 其實他們認為目前看起來兩岸關係 會影響九合一的選情 好這個是最新民調提供給您 那這個台北市長的候選人陳時中 他現在說對手的戰略就是三人成虎 硬把假的事情打成真的 甚至還說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事情 可以讓外界來罵他 好陳時中他覺得他很無辜 為什麼你們要一直罵他 好對此呢這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他反栓了 他說陳時中踩著上萬巨的屍體參選 現在罵你還嫌太多嗎 問一下阿扁總統講的那一句話 你踏著一萬多具的屍體 你要參選臺北市長 你覺得民眾怎麼看 阿扁說的 你自己先看看 我相信對於這個防疫的過程 不論是造成大家人命的這個損失 或者是現在整個臺灣經濟的蕭條 或者是這個過程當中造成多少民眾的不便 你覺得現在罵你還太多嗎 我覺得自己來參選的時候 放棄你的職務來參選 就像阿扁講的 你要踏著一萬多具的屍體來參選 你覺得臺北市民可以接受嗎 臺北市議員候選人楊枝董 日前街頭開獎 不小心跌倒了 頭部重摔落地 昨天下午他終於出院了 那麼楊枝董也在臉書PO文 感謝蔣萬安 羅志強以及王鴻威 協助代班街頭開獎 同時他也表示了 現在得到醫生的允許 會逐漸恢復日常活動 繼續奔走在街頭 那麼對於故宮珍貴的文物 被摔壞好幾件 他說他氣到講不出話來 但是羅志強也在臉書提醒楊枝董 在發揮監督戰力的同時 也別忘了身體健康最重要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